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里面呢 跟大家一起来探索的是 奇迹课程练习手册的第三十三课 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课很短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在里面 那只是告诉你怎么做练习 不过我自己读完这课的感觉是说 他利用这一课呢帮你在复习前面的那些课 因为他这个前面的课其实 很多都是在转变看待世界的眼光 应该说所有的课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包括我们前面学过的三十一三十二课 就说你不是眼前世界的受害者 还有包括更前面的 我不知道什么事是对我最好的 其实这些课都是在转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 所以这三十三课等于是 有点像是极大成吧 就是说把前面我们学的课呢 再让我们可以回忆起来 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反而是用一种开放的心境 然后仅只是向自己跟向圣灵去说去敞开心 然后发愿心出来说我愿意转换看待世界的眼光 或者看待这件事情的眼光 那也就是说因为 因为其实有很多 尤其是初学者在做练习的时候 会拿这个练习手册的一些句子 正文里面的一些观念 然后就不断给自己洗脑 甚至给自己轰炸 但是到某个程度你会发现这种做法 好像是没有用的 而且反而会形成一种压抑 就把小五爷给压抑了 所以倒不是说你 就是你 你不需要就是很努力的用 用头脑去给自己在那边灌输这些观念 那你可以就是做一件事情 利用这一课的标题 很简单的告诉自己 然后去体认到说 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那我请圣灵来帮助我 转换我的内在 那其实真正 真正我们讲到说你宽缩的眼光 为什么他把宽缩的眼光叫做奇迹 因为你会发现说 他其实是出乎你的意料 他有这个特质在 如果说是在你的意料之内的话 就基本上不算是真正转换眼光 那个真的转换眼光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你的意料之外 那这个部分他把它叫奇迹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你去 刻意去想像或期待说我转换眼光之后 看到是什么样的世界 要是你让圣灵来帮助你去转换 然后去呈现给你那个所谓真实世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今天的练习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早晚的练习 他所谓尝试练习是各自五分钟 他希望有整整五分钟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因为通常你时间要够长的话 内在这个觉察挖掘还有宽数会比较深刻 那说练习的时候呢 就是随意的去附送今天的观念 然后练习的时候要充容 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你不要刻意的用 用头脑或者去强迫自己 好那 而且在外在跟内在去教会 这个前面两课已经 我们已经做 开始在做这个练习 也就是说你眼睛所看到外在 跟你内在所想到的一些 不管是事情啊还是信念 其实意义是完全一样 在外就如同在内 好那他第二段就是讲到说 试着对这个外在跟内在世界 都用同样的心态 然后冷眼旁观 那他把它翻成这样是比较 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种 冷眼嘛 就冷冷的好像站在一旁 其实他在讲的是一种抽离的心态 抽离的心境 就是说这个奇迹 你会发现说奇迹念的深入的人 他对这个世界会有一种 打从心底的一种 一种抽离感 那这抽离感 又好像不完全是一种距离感 因为你反而是体察到说 你跟这个世界更接近 因为你开始认同说 你跟他是一体的 原来是一体的 但是你对这个幻象是抽离的 所以这个抽离跟距离 似乎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琢磨看看 那我要先 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 这个抽离感呢 他并不是说 因为很多人的一种抽离感 是去批评别人 就是说 尤其是说你在做这个修炼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世人都忙忙碌碌啊 他们怎么都那么注重这些明跟利啊 注重自己的利益啊 然后像我就是很清高 然后很灵性很宽束 然后因为我学宽束 所以我就 我比较懂得 我懂得这个抽离幻象 那他这边所讲的那个 那个旁观的心境 或者说这个抽离的心境呢 并不是落入去批评其他的弟兄 那正好相反 如果你去批评其他的弟兄 没有抽离的心境 没有宽束心境的时候呢 刚好你掉进去了 那所以 最后变成没有抽离的人是你 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人 那这个 这个是基本初学者会常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其实真的是 你越宽束的时候 你越不会去批评别人 虽然说你在这个世界看到 大部分的人都被小偶牵着走 几乎像是这个木偶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知觉 好像就被一个小偶基本给绑架了 然后绑了一些线啊 在这个手上脚上 然后被小偶使唤来去 但是其实如果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小偶 就把他当真的话 那小偶就是你自己 所以也真的是说 这个真正宽束的眼光 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反而是看不到小偶 反而是看不到罪的 好 那今天这个短视的练习 当然就是所谓随机嘛 那我们有讲过 这随机其实并不真的是偶然 因为 每天的这个遇到的课题都是 为你量身定造 打造好的 那量身剪裁 那一样就是在你烦恼升起的时候 你简单的跟自己讲说 还有另外一种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式 好 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怎么看的话 那其实没关系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知道 所以才做练习的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是 发个愿心 然后愿意让圣灵教你 不管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你都愿意让他来教你 转换一种眼光 好 那今天这是一个极大成的一课 33课 他的标题跟观念是 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谢谢大家